缅怀圣法大长老 他一生持戒经研 威仪具足 博学强记 曾背诵过巴黎三藏 是一位戒定会三学阶强 德高望重 慈悲祥和 修菩萨道 志愿成佛的大长老 他不妾求任何名文立养 生活非常的简单 单纯 他对所有人都那样的谦虚 圣法大长老从来不生气 也不曾想要伤害任何的人 很多信徒 很多天神 都非常喜欢他 圣法大长老 在1939年4月24日 出生于斯里兰卡 库鲁内格勒区的伊米哈明内村 家里有四个兄弟 他排行第三 大长老在一两岁的时候 隐约记得他的出生 是从很高的地方下生人间 来人间的目的是要出家 最后再回到那个地方 是从很高的地方下生人间 最后再回到那个地方下生人间 最后再回到那个地方下生人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继录赦 回顾2003年起 就有道场邀请大长老来台红法 直到2011年因缘俱足 大长老当时年事已高 身体有病痛 人千里迢迢历临台湾 并在法级禅林禅修营结束后 接受大众诚意恳请 回说愿把慈心留在台湾 亦曾提过愿将慈心境界之功德 回向台湾大众 我们都知道大长老来台湾的这五年 他都是带着病况来教导的 大长老说他要把慈心留在台湾 将他的修行功德 回向给台湾的老百姓们 大长老虽然是这么样子的伟大 但是他在这五年到台湾 他却是非常的低调 几乎除了禅修营的教导以外 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甚至于生团亦然 一年复一年 在这五年里面 大长老却是每一年每一年 都是带着一颗红发的心到台湾 我们很感激他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 他在精行 他在走路 那我的感觉就是感觉 很像是看到真正的佛 就是当下的佛是真的 我们在《从佛经》里面所描述的佛 这样子 而不是说在影像里面的佛 就是真实的一尊佛 在那里精行走路这样子 那种感受是这样子 后来就慢慢从他的开示 或者说从他的身表预表 所流露出来了 处处都没有离开戒定会 没有离开正念 我们都感受到说 他随时好像那个戒定会 那个试炼处 什么八正道 好像他随时都有 不必像我们坐在那里 才说现在需要正经经 现在需要怎样 不需要 去年我也和张正宗师兄 他的一群人到 榕树林生团参访 大长老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 我们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我们的 他给我们的每一个眼神 和每一个微笑 都会带来给我们的 内心的那个平静还有和谐 虽然大长老离开了 可是我只要想到一大长老 我就想到他的微笑 我就能够 最有力量能够 面对我自己的仇悲苦悠 很感恩的能够认识大长老 虽然他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了 但我们很感谢大长老 大长老的心本 以我们成战 五年来 每年十一月 接前来台湾红发 让大众感受大长老的慈心护念 也设受更多人 因净化身心而得授意 2008年我到斯里兰卡龙树林 禅修 那是圣法大长老 单独帮我授沙密戒 那因为是用巴黎文授戒 所以授戒前我非常的紧张 但是见到长老以后 他那个慈祥的眼神 还有柔和的声音 以及他的动作 就让我整个紧张跟焦虑 都放松下来了 那这几年 长老很慈悲地来台湾传法 那我有幸成为近人 所以有多一些时间跟长老接触 那在私底下 看到长老跟他的适者板底 在互动的时候 他一样那些 自在 安详 柔和的眼神 语气跟行为 跟他在对外没有两样 所以我很感动一个人 对外跟对内 里外完全是合一的 这样的一个令人尊敬的长老 世事变化无常 省法大长老于2016年9月7日凌晨舍报 大众痛失医护 祈愿长老往生天界 带因缘再返回人间 成就佛过 我不曾对任何人生气过 我祝愿你们要常常保持持心 我不曾责备过任何人 我也希望你们不要责备任何人 而且我对一切众生都一直怀有慈心 也希望你一直怀有慈心 大长老也给我们的慈心法语 令我们如沐春风 为报答施恩 离当作为毕生的修行课业 生华大长老 他老人家 我感觉他很慈悲 因为他讲说 他不曾生气过任何人 也不曾责备过任何一个人 然后他对一切众生 都一直怀有慈心 我被他这三句话 深深感动了 因为我感觉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很容易就起心动恋 那一起心动恋 就想到圣法大长老 他所对我们开示的这些话 我希望我们大长老 可以趁愿再来 再来度我们这些 明明的众生 我们都很需要他 像圣法大长老 他的修养 他自己在讲 没有对任何人生气过 没有责备过任何人 我们要知道 世间有很多好人跟坏人 在出家人当中 有各种各式各样的 难免我们容易会被激怒 但是能够保持一种 容忍的心 安忍 即使知道这个人是无理取闹 还能够容忍 知道世间的众生是这样 这是很不容易 值得我们去效法去学习 大家都很期待 再亲近这位菩萨 在敏怀 圣法大长老的同时 我们更值得去学习 圣法大长老这些 优良的 殊胜的品德 德行 我们来敏怀 来纪念 圣法大长老 才有意义 圣法大长老所遗留下来的手稿 提到他并不是弥勒菩萨 而是弥勒佛后的下一尊佛 他过去曾被佛陀受计过 圣法大长老在一千八百事后 下一节将会成佛 大长老的生命是如此的珍贵 我们大家都非常地恭敬大长老 现在有些人 可能会因为大长老的离世而担心 其实这样的善知识 直到我们体振 圣道圣果 都会在一起的 我们邀请所有的尊者 所有尼师 所有的信众们 一起以大长老为榜样 决意每天至少都持续地禅修几分钟 使佛陀的教法 如花朵般的盛开绽放 使佛陀的教法增长 由于禅修 我们的生命将会更强而有力 我们祝愿大家都能持续不断地禅修 都能体振道果与涅槃 我们祝愿大长老能体振佛果 以及挣得无上的涅槃之乐 我们也祝愿所有众生 都能随喜我们所做的功德善业 祝愿所有众生都能持续地禅修 并体振所有的道果与涅槃 祝愿所有众生都能持续地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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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